这里的人们能歌善舞 这白石舞的话 它就是结合了我们土家人 它劳动的一些动作 龙耕生活 牢与结合 整个后背 来给我们看一下后背上 这都是好运 全是好运 山水田园壮丽美 这边说实话风景很秀丽 给我的感受特别深刻 本期节目带您走进 张家界市永定区的苏木措 领略土家族人 用文旅开启的乡村振兴之路 我现在是在湖南省张家界市永定区的苏木措 我的身后当地三百多名村民和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 正在一起跳土家族著名的白手舞 一起跳起来吧 苏木措是土家语祖源之地音译 土家族只有语言没有文字 这一代代传承下来的土家白手舞 就是土家族古典文化中一部非常伟大的民族史诗 也被列为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白手舞的舞蹈动作 多是土家族人生产生活 征战场面的再现 以肩背带动全身 双手顺着一个方向 甩顺边手 手脚配合 身子左右扭动前行 在张家界市永定区的苏木措 白手舞已经成为当地土家族人 娱乐健身的群众性舞蹈 看这个白手舞你的感受 挺不错的 挺壮观的 对 白手舞的话 它就是结合了我们土家人的 它劳动的一些动作 收锅 扯草等等的 这样的动作 基本上都表现出来 挺不错的 围绕着红火的篝火 伴随着明快的节奏 再加上容易上手的舞蹈动作 让远道而来的游客 也跳得不亦乐乎 我是湖北武汉的 大外园跑过来 主要是想感受一下 当地的民族风味 这边说实话风景很秀丽 给我的感受特别深刻 这个白手舞呢 白手舞的话 因为以前都没跳过 没有感受过这种白手舞的氛围 说实话土家人特别好客 能够跟他们一起参加当地的白手舞 我觉得特别荣幸 一场欢乐的白手舞结束 已经是晚上八点多钟 这次白手舞的举办地 王家平镇的石燕平村 周围已经是漆黑一片 村民们纷纷背起竹篓 点起火把 下到水田里忙碌起来 大哥你怎么这么快上来了 因为我夹到防山了 你已经夹到了 给我们看一下 这里面什么 你看吗 防山吗 呦 两条 对 别人都还在抓 你已经抓了两条 对 你厉害 对啊 因为我今天是渔王嘛 我今天夹防山 我也是王 我们这 我们张记人这个是 很好玩 对 先抓到两条 大哥您是主动过来给我们看看吧 对 给我们看看 他是王 他能抓到两条 对 那我能不能跟你学去 可以啊 可以啊 可以下选去啊 相比通俗易学的白手舞 抓防山就不那么容易了 我们都 我们是寸步难行 还抓防山呢 哈哈哈哈 那个 慢慢走 行了 扶我大哥 你也没法抓了 你今天当不了王了 我看的 慢慢没关系的 体验深厚嘛 看一看 我们实验平的 那个防山好多 每次我来了 他就说几斤 啊 哈哈哈哈 你看每次来了都是几斤的 哈哈哈哈 这个 这个 这大哥口气很大啊 每次来都是几斤啊 对啊 那您今天不刷个几斤不能走 当然啊 哈哈 我去承诺一下 我去承诺一下 没有承诺了 那那 你们这个就专门是用来照明是吧 对对对 嗯 就就看一看房上吧 那我给你举着 然后您来抓 可以啊 您看到了以后 我给你拿上来上我的 好 啊 但我还 我还得抓着您才行呢 啊 好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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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看啊 慢点慢点 慢点 哎呦 你看你怎么看啊 嗯 看 要看你走一走 要醒一醒啊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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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哎呦 不是从泥里抓出来啊 对 不是 看到了 就把他抓起来嘛 哦 看到 看到他在水里游 对对对 然后直接就加起来啊 对对对 加起来了嘛 哇 太厉害了吧 对对对 那个 那你能摸个门 先现场表演一下吗 你把他放了 他能抓回来吗 不是 他就跑了 跑离过来 他就在泥了 他发现你了 他就跑了 你就抓不住了 抓黄扇 不但要求走得稳 眼力好 加得准 抓捕的季节和时间 也有要求 哎呦 这样大家在哪儿 这个季节就抓到抓黄扇吗 对对 我得抓着你就说 再秧前 嗯 你必须把它要 要那个 加得住 嗯 你再秧了 你就不行了 你只能通黄扇了 他秧之前 哎 你就可以晚上抓黄扇 你就可以晚上抓黄扇 对对对 天月 下午天没有的 天晴 晚上 他就 他也要白天 晚上他一定就有黄扇 就是这样的 那 这个季节是 大家都是自己就出来抓黄扇 你们几个抓到了吗 都没有 都抓到了 我现在抓了两条 你也抓两条 对对 哇 都好厉害 在土家大哥的引导下 我们记者也有所收获 那走 抓抓抓抓 抓抓抓 哎呀 哈哈哈哈 散火家了 哎呦呦呦 哎呀 呀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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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看 我有收获了 拜拜 还有还有 还有 买 olduğunu 人民帮 这种从野外水田中 燕堂中 补捞的黄扇 是自然生长的生态 食材 当地土家人 会把黄扇 烧制成一道土家明菜 大家抓的黄扇 都在这了 对 在我们这儿 能用黄鳝做一道特别有名的菜 叫火链圈 火链圈跟这个黄鳝 怎么会有这么个名字 等会儿我给你做了你就知道 还要先给我买个关子 对 火链圈是土家族人 过端午节必备的佳肴 其制作首先把腊肉切片 放入热油中煎出腊肉油 然后放入姜片 新鲜的黄鳝就可以下锅了 把这收货啊 马上就要下锅了 好 来 搁远一点啊 放入锅中的黄鳝 在菜籽油的高温中 逐渐形成圆圈状 火链圈也就因此而得名 加入花椒 辣椒 煎炒两分钟 加水没过黄鳝 小火慢炖半小时 这道土家特色菜火链圈 就可以出锅了 随便拿一个就可以是吗 是的 先给大家看看啊 这个就是火链圈 我们一加起来之后 它又慢慢地散开了 对对对 你看那个嘴杖的 说明当时多么鲜火 这个吃有什么讲究 吃的话我们先把头给掐 头可以吃吗 可以吃 就是可以吃可以不吃是意思吗 对 这里面黑色的就有那个血 这个吗 对对对 血是好吗 好 我们吃这个的话 主要就是吃这里面的血 现在就直接可以吃了 这一个一起放进去吗 对 好吃吗 好吃 超好吃 很肉味 对对对 然后特别嫩 主要是那个辣味 那个胡椒味 对 胡椒味 这辣肉的味道也炖进去 对 咸 香 辣 鲜 对对 伴随着当地乡村旅游的发展 石宴平村搞起了游客接待中心 游玩的客人可以在这里品尝到 纯正的土家菜肴 亲自参与土家小吃的制作 比如用沙子炒炒米 这种类似爆米花的炒米 口感酥脆 香味浓郁 体验以土家吊脚楼打造的民宿 每年仅游客接待中心 就能给村集体带来20万元的收入 清晨的阳光拨开了石宴平村神秘的面纱 整个村寨四面环山 虎香谷色的吊脚楼依山临水飞檐敲脚 镶嵌在绿水青山之中 宛如一幅秀美的田园风光景秀 早晨六点钟 村子里响起了劳动的耗子 木榨油房里榨油酱 已经开始了一天的劳作 这个一定要对准 那我也可以这样对准 你容得太大了 你对不准 那时候 他就非这门走 非那门走 我们后面这整个的力气劲很大 你就是靠你前面这个人 要抱着头要抱好 那前面这个人是指着你来做吗 要抱头 你这个头要抱得住 要抱头 把这个抱准了 一定要对准 对对对 知道了 能够抱头的就是这里边最厉害的 是吧 好 那您抱头 我们在后边辅助 好 那对了 开始一转 好 小一点点 土家人严格遵学木榨油的传统工序 从菜籽炒熟 碾磨 蒸熟 用稻草薄饼 塞进炸糖 装好炸歇 到最后撞炸出油 要经过六个小时的辛勤劳作 现在让大家看看刚刚炸出来的最新鲜的菜籽油 哎呀 这些有多少啊 这个呀 嗯 这算有七 我们放在这吧 嗯 嗯 这算有七八斤吧 七八斤啊 嗯 还哪里啊 还没炸出的三分之一呢 我还挺感叹 大叔说 这该到哪里啊 是吧 嗯 但是已经很浓很浓的那个菜籽油的香味 对对对 特别纯重 你弄这个油好香的 嗯 很香啊 龚师傅经供细作而成的木榨菜籽油 在当地那可是强手货 那这么香的油卖多少钱一斤啊 卖十八 最少要卖十八 最少卖十八 嗯 那一天您可以炸出多少油 一天呢 能够炸个一 早上牛腿弄开始 到下午就 下午就牛腿了 大概一六十来斤吧 六十来斤 嗯 那就是一天总共能卖个一千多一点 啊 炸油房里的师傅们 开始了第二炸的木榨油工作 此刻在水田中 也在进行着一项重要的农耕劳作 村民们带着选好的秧苗 沿着田梗步入水田间 把秧苗均匀地抛洒到水田里 咱们是正在插秧 对 正在插秧 但是好像跟其他地方的不太一样 是的 嗯 我们这边呢 它就是每年插秧的时候 大家 相互帮忙嘛 你帮我 我帮你 嗯 然后呢 有一个叫扶仓的这么一个活动 嗯 都是 意思呢就是把这个凉仓也为用机服务一下 若是来年的丰盛这样的 我们每年插秧的时候都有这么一个活动 固定的活动 固定的活动 现在我们就是把它作为飞鱼 我们本来就是富兰 富兰这个飞物质文化遗产啊 我们已经把它升为了 湖仓还没见识上 记者先在全书记身上发现了点小异样 我不知道观众有没有注意到哈 为什么你耳朵上插着这个呀 这个呢是打尼巴仗的时候 担心这个尼巴进耳朵里面去 所以用它保护一下 保护耳朵的就是 一会儿还要打尼巴仗吗 还要打 这就是富仓 真正意义上的富仓 现在还没开始 等一下就开始了 呃 您说的是 糊吗 糊啊 就是那尼巴 尼巴朝你脸上甩 又是尼巴 又是尼巴 学了点技巧的记者 也跟全书记一样 耳朵塞上纸团 打起赤脚 卷起裤腿下舔 我们先来学一下怎么插秧 先左手插秧 右手不是拿这里 拿这个头子 这个头子 它就开了 啊 这样就开了 然后把这个 把这个还拿在手上 不能随便揪在前里 拿手上 然后呢 你拿一根 两根还都行 就开始插 把这个草 先带着插在前里面去了 我们要从这个前面 哦 现在开始 距离有什么要求 一般就是 五牛田啊 嗯 二十公分也可以 我们记者还在学习 怎么插秧的同时 边上水田里 数十名插秧能手 分成两队 各队一字排开 大家 你追我赶 各展绝活 插的是又快又整齐 通过激烈的比拼 产生一轮插秧冠军 所有的田都插完了 为之关秧门 在关秧门前 会留最后一丘田 这里就是湖苍开始的地点了 我 好 我 我有个人啊 哇 白无意见就开始了 我的天哪 胡仓即插秧手往水田主人身上胡泥巴 御室主人来年丰收 有把粮仓胡锦之意 而作为这片水田主人的全书记 自然就成了贝狐的主要目标 大家可以看我们书记 大家可以 毫无预警就这么打起来 大家可以看我们书记已经变成什么样了 这管用吗 管用 我都跑不了 我本来会有下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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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本来不下 我本来会有下跌 我本来快点 插央手彼此也可以糊泥吧 以庆贺春插结束 还能看出来刚才的样子吗 现在整个后背 来给我们看一下后背上 真的是好运 全是好运 这个大哥 再看这个大哥 您直接坐这儿了 那我再送你一点 再送你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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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你看 你这儿 这儿 这儿 我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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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哪 好吧 全是好运 全是好运 大家可以看我后面 啊 哎 全都是好运 是吧 勤劳智慧的土家人 追求简单快乐的生活 把农耕老作和健康娱乐 结合在一起 总结出了丰富的生产生活方式 艺术源于生活 能歌善舞的土家人 也将自己独特的农耕方式 改变成各种趣味十足的文艺节目 王家平镇镇的每一个村子都有一支演出团队 表演不同的土家传统节目 由根据龙灯样式用稻草精扎而成的草龙灯 期望来年风调雨顺 我们是哪个村的 王家平 王家平沙子亚村 沙子亚村 沙子亚村 沙子亚花意识团 我刚才看你们舞那个龙 好像脚步特别有讲究 有表现土家族人扯秧 压秧 插秧 农耕情景的缩衣舞 再现了土家族人古朴的民风 勤劳团结的传统 刚才表演得太好了 你们是什么表演队吗 不是表演队 我问您 看来您是发言人 对 你们是 我们是王家平镇 沙子亚村 全都是咱们村是村迷吗 对 刚才表演的是插秧 对 很快乐的插秧 是吧 很快乐的插秧 然后这是如果下雨的话 还带着这个 正确 这是我们的所有事业 是仿余的一种工具 那这个舞蹈 是你们自己设计的 还是传统的呀 传统的 传统的 又根据土家先民 秋收后打草的场景 改编而来的杨叉舞 表现土家人 渴望美好生活的愿望 和喜庆丰收的欢愉之情 大家看你们舞得太开心了 我觉得这个大姐印象特别深 一直笑那么开心 是的 因为我们这个是一种干农头的工作 这个我们看着是很简单的一个劳动工具 但是你们变换出了很多动作 对 全部都是我们的日常工作 对 就是我们日常工作 对 边劳动 边辛苦 边快乐 真的很快乐 每个人那么高兴 对呀 这个也是你们的传统吗 对 就是我们劳动传统 传统下来的 那你们是哪个村的 我们是实验平村 实验平村 对 本村的 咱们是一个村一个舞蹈吗 一个村一个舞蹈 都不一样 不一样 各一个的特色 各一个的千秋 哪个最好啊 我说我真是我们自己的最棒 每一个参与的土家人 脸上都洋溢着灿烂的笑容 丰富了游客的体验 同时满足了自己的文化生活 欣赏完各个村子精彩的演出节目 伴随着一阵锣鼓声 齐锣涨散排头 花轿居中 携带聘礼的队伍紧随其后 土家迎亲娶妻的队伍浩荡荡出发了 刚才我看人那么多 这是什么活动 传统的土家婚庆活动 是原汁原味的吧 这绝对就是原汁原味的 绝对就是原汁原味的 这个有什么名称吗 或者有什么讲究吗 这个有很多名称 因为这个我们或者说是 我们土家在去嘛 传承了上千年了 就是说男土家小伙 学土家姑娘的时候 必须要用这个花匠 排到男方去 排到女方去 把这个新娘子 排到自己家进来 所有的参与人员 全是我们这里的村民是吗 对啊 都是我们本村本土的农民啊 都是地铁道道的农民 没有一个是从事文化工作的 就是这样 我们把它 点排了这么一个节目的形式 来表演给我们的游客来看 在张家界永定区的苏木措 立足土家民俗文化 加大对土家吊脚楼 历史古建筑群的保护 被列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的 有48个 被纳入中国传统村落的 有25个 保存完整的吊脚楼 4600多栋 对远古坪 张家界大瀑布等 旅游资源的开发 以及住宿餐饮等 配套设施的完善 使自然风光 人文景观 土家文化相结合 实现了从纯农业经济 到农旅经济的转变 也为永定区的全域旅游 增添了一张 浓墨重彩的 土家族风情名片